众所周知 歼20是目前世界上第三款正式服役的第五代隐身战机 自从其曝光之后 就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 而现如今歼20已经正式列装解放军空军作战部队 并且开始进行战备值班任务 而这也让很多处于中国周边的国家倍感不安 例如韩国 日本 印度等等 都希望能够从美国引进F35战机 不过这也算是正常 毕竟歼20作为目前亚洲地区最为先进的战机 其整体性能绝对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此前我国歼20战斗机总设计师杨伟 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歼20战机不过是中国空军的一个小目标 而在2025年 中国空军还将会实现一个大目标 不过杨伟并没有太多地透露这个目标内容 但是根据外界的猜测 杨伟所说的这个大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第六代战机 毕竟只有在第六代战机的面前 才可以让现如今锋芒毕露的歼20称之为小目标 而且根据中国军工的发展规律来看 第六代战机这种说法也并不是不可能 要知道中国一直遵循的装备一代 研发一代 预言一代的基本准则 而现如今我国歼20战机已经装备解放军作战部队 因此第六代战机的研制工作应该早就开启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见